大家好,我是老高 本期咱们来折腾下绿莲淡化加充电器简单的使用 我们先开个箱 首先是65瓦的闪充拍,两个C口,一个A口 支持PD3.0,QC3.0,内附100瓦快充线 然后是Pro板,160瓦 支持单口的PD3.1,140瓦 三个C口,一个A口 撕膜 内有保护袋,防刮防划痕 160瓦的盒子要大一圈 同样内有保护袋 整理一下 所有的配件在这儿了 先看一下65瓦的中英文,说明书一本 充电头小巧,官方昵称小口红,表面磨砂不易留指纹 看一下接口,两个C口一个A口 各接口搭配充电时,功耗的分配情况如图 不同批次,双口模式两个C口,功耗可能对调 使用士注意下 这代插头开合定位准确 固定紧且不易晃动 支持国际通用的100-240伏 安幅交流电输入,多种输出模式如上 附送的快充线支持100瓦 双C头1.5米 胶皮材质,手感偏硬 再看一下Pro版,也是磨砂材质 垫在手里有点分量,一会儿撑下 看一下接口,三个C口一个A口 其中上面两个C口可以用于笔记本 一会儿我们测试下迷你电脑是否可用 各接口搭配充电时,功耗的分配情况如图 这代插头开合定位准确 固定紧且不易晃动 支持国际通用的100-240伏 安幅交流电输入,多种输出模式如上 Pro版带的快充线支持240瓦,双C头1.5米编织线,手感较软 然后是保修卡和说门书 说门书中也有个接口搭配使用时 功耗分配的详细说明,刚才我们已经截图展示过了,不在赘数 65瓦充电头重约111.3克 充电线重约46克 再看一下160瓦的,充电头重约301.3克 充电线正好50克 65瓦的长约6.7厘米 宽约4厘米 厚约3.1厘米 Pro版 宽约6.9 长约7厘米左右 厚约3.3厘米 首先试下iPad,这个160瓦的用不上它,先用65瓦的 给它插入功率计 空载代机功耗约0.3瓦左右 插入充电线 另外一端插入iPad 看一下充电功率 锁平状态下,目前的功耗约22瓦左右 解锁之后操作一下能到32瓦左右 在锡平状态下的充电功耗约25瓦左右 然后我们试一下迷你电脑 测试机器来自明凡 UN100D 空载代机功耗约2瓦 给这款机器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网期深度拆解测试视频 我们点下开机 首先按DL,我们进入BIOS 好,没有问题 下面进入Windows 看一下它的稳定性 开机启动的顺时功耗最高能到20瓦左右 好,进入系统了 登录系统 目前运行正常没有问题 只这样肯定是不够的 下面我们跑下ID64 给它上点压力 FPU100%给它烤机 这款机器的BIOS默认的PL1是9瓦 可以看到烤机稳定后 功耗稳定在15瓦左右 对于65瓦的充电图来说非常轻松啊 下面上强度 Pro版 上面这个口支持 PD3.1 140瓦 下面这个单独使用也支持100瓦 我们给它插上功耗机 可以看到稳定之后的待机功耗约 平均0.17瓦左右 插上充电线 测试机器来自零克旗舰机型 GTI14 Ultra 715H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往期深度拆解测试视频 供电线插入机器背后雷电四口 待机约2.4瓦左右 点击开机 等待系统加载 伴随着灵动的启动音乐 Win11启动 目前的待机功耗约45瓦左右 这款机器的电源键有指纹识别功能 轻点即可进入系统 这样测试没有压力 我们给它上载压力 打开ID64 给它跑上几分钟 机器默认为54瓦TDP平衡模式 好机功耗约82瓦左右 在这个模式下 这款电源的工作比较稳妥 现在我们把机器重启一下 然后进入BIOS 手动设置为 性能模式65瓦 给这款淡化加电源上点压力 看过往期视频的小伙伴知道 这款电脑65瓦满载功耗在100瓦左右 刚好是PD3.0的上限 我们看一下电源是否可以顶住100瓦 指纹识别开机进入系统 我们继继续跑下ID64 可以快进中 此时的功耗基本都在100瓦 像有的质量不大型的 敷烂器估计已经达了 好两分多钟了 我们测下温度 目前侧面有个36度 顶部也是356 而右侧温度稍高一些 在37-38度 然后看一下插口和插头的温度大概是在37-38度 现在时间还短 温度还低 再上强度 我们再给它把平板插上 好可以看到 已经开始充电了 功耗大概增加了20来瓦 一边烤机一边给平板再供电 120多瓦跑了5分钟 看一下此时的温度侧面大概在45度 正常使用时建议使用默认的平衡模式 54瓦更加稳妥 5分钟 11份 6分钟 i5分钟 5分钟 6分钟 6分钟 7分钟 3分钟 5分钟 5分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老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